大家好,我是西国梁子 如果你想学西语了解西国文化 请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五个有关Chino这个单词的西语短语 Chino这个单词我们知道 它的意思是中国人或者中文的意思 对吧 那在西门当中有些短语和这个单词有关 今天我今天要细选了五个最最常用的短语 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 那这个短语常用来形容 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 或者你听不明白 你可以说这句话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指的就是你刚才听到的对方说的内容 对吧 就是对于我听起来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词 它是动词 它的一个变位 那它是一个非规则变位 所以呢变位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O变成呢 所以是 那这件事情你说的内容是吧 听起来 对于谁听起来呢 对于我听起来 所以我们要说成 像什么呢 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 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中文呢 这种语言非常难学 所以当你说中文的时候 会让他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呢 他们用这句话来表达 不知所云 举个例子吧 你有位朋友呢 他是物理方面的专家 然后呢 你对物理呢 都不是很懂的 然后有一天 他来到你家做客的时候 给你讲到一个物理现象 用他非常专业的物理术语 在给你讲述的 所以呢 你听起来 有点不知所云 对吧 你可以这么说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到 第二个表达 就是你刚才说的内容 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个中文故事 对于西方人来说呢 中国呢 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 所以呢 它其中有很多神话故事 就是让西方人觉得 不可思议 对吧 所以呢 他用这句话来表达 就是你说的东西 他无法相信是真的 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 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老师 有一天你的学生迟到了 你问他为什么迟到 他跟你说 他今天上学的时候呢 碰到了一个盲人 然后呢 他就帮助盲人过红绿灯 对吧 过了马路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盲人挺可怜的 要一个人回家 所以呢 他又决定 就是帮助这个盲人回家 结果回家之后呢 在去学校的路上呢 又错过了巴士等等 你觉得他在什么 他在撒谎 对吧 你会觉得他说的东西 完全不可信 对吧 你就可以这么说 Esto es un guendo chino 就是说 谁会相信你说的那种意思 对吧 Esto es un guendo chino 那这个表达呢 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表达呢 还是有区别的 那第二句表达是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是 你不相信他是真的 你不相信他说的 那第一种表达呢 Esto me suena a chino 是你不明白 对吧 你听不明白他说的 所以第一个是不明白 第二个呢 是不相信 那这个短语呢 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表达方式 Nome guentes guendostinos Nome guentes guendostinos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动词是guentes 它的动词原型呢 是condar OK condar就是告诉的意思 诉说的意思 它呢 是一个非规则 变位的单词 所以呢 你变化的时候呢 要把o变成u a 对吧 就是guendo 就是我诉说 guenda 他诉说 那这个地方呢 由于它是否定起始形式 所以呢 我们要用它的虚拟式 guentes 不能用guendas 对吧 就是你不要做某事 我们一般呢 都是要用虚拟语式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告诉我 就是用的是 告诉这个动词的 否定虚拟式 Nome guentes 记住了吗 好 我们看到这个动词哈 这个guenda呢 我们之前学过 我们刚才在第一个表达当中学过 它的名词的形式是什么 guendo 是故事的意思 对吧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又学习了它的动词形式 是告诉倾诉的意思 Nome guentes guendos chinos 好 我们再来看到第三种表达 no de chinos no de chinos 好 这个地方呢 这种话很短哈 但是它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 是 china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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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就是生气的意思 它是一个字符动词 所以你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se ok 根据人称的变化呢 你要用成的me chino 对吧 然后你生气要说成 de chinos 然后这句话呢 它是no de chinos ok 它就是一个否定 其实形式 你别生气 你不要做某事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用chinarse 它的否定其实形式 no de chinos 你不要生气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表达 trabaja como un chino trabaja como un chino 工作 超努力 它就是用来形容 一个人哈 他工作非常努力 然后呢 工作时长非常长 工作量呢 又非常大 等等 因为在这个西班牙人眼里呢 中国人呢 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 那我们知道在西班牙 有很多basar 就是中国 basar 就是中国的 这种百货商店 对吧 然后很晚的时候呢 很多这种百货商店呢 他们都是开门的 所以在他们眼里呢 这个中国人呢 很勤劳 非常勤快 以至于呢 有点过头了那种 所以呢 他们会用这句话来形容 就是你工作的 就是太多了 对吧 trabaja como un chino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哈 en esta compañía pasa trabajar como un chino en esta compañía 在这个公司当中 vas a trabajar 你将会工作 对吧 bas相当于将来的意思 vas a trabajar como un chino como 像中国人一样 un chino 中国人 他的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呢 你的工作压力将会很大 或者说你的工作量 将会很大 这样一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到 最后一个表达 te han engañado como un chino te han engañado como un chino 这个地方有个重要的动词 engañar ok engañar engañar 他的意思就是欺骗的意思 te han engañado 他们欺骗了你 怎么样呢 como un chino 像中国人一样 就是他们像中国人一样 欺骗了你 这个意思呢 其实呢 是和那个西班牙人 对中国人的这种 刻板守旧的这种 印象有关 因为在过去呢 中国人可能听不懂 西班牙语的时候 他们也会这样子点头 是给人的感觉 你听不懂 你还点头 就是感觉很容易 被骗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就有了这种说法 te han engañado como un chino 就觉得咱们中国人 是很好骗的那种感觉 那举个例子 比方说 今天呢 你在那个楼下的 那个西瓜店 买了一个大西瓜 10欧元 但是你朋友 今天上来 也抱了一个大西瓜 你问他多少钱 他说20欧元 然后你跟他说 te han engañado como un chino 他们像中国人一样 欺骗了你 就是感觉你很好骗 然后他们欺骗了你 那种感觉 他上当受骗了对吧 所以呢 这句话呢 我们一般用来形容 当对方上当受骗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说 te han engañado como un chino 这个最后两个短语 有一点消极的意思 但是西班牙人 现在使用这种短语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这个 真正的短语的意思 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五种 关于chino的表达 我们来重复一下 esto me suena a chino esto me suena a chino 不知所云 当你没有听明白 对方说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句话 第二句话呢 是 esto es un cuento chino esto es un cuento chino 就是天方夜谈 我不相信你说的 对吧 第三句话 no de chines 你别生气啊 对吧 no de chines 你别生气 trabaja como un chino 像中国人一样工作 就是超负荷 就是超工作量的这种工作 trabaja como un chino 最后一个 de han engañado como un chino 像中国人一样欺骗了你 就是很容易的 就欺骗了你 那种感觉 好 你学会了吗 我希望大家在将来 听到这些短语的时候呢 能够听明白 听懂 他生成词的含义 还有呢 就是将来在自己的 口语表道当中也能够经常使用 好了 我是西国梁子 我们下期再见